好好玩捏 哇 這個太屌了 這個真的很有趣 大家好 我是電腦王阿達 也許如果大家記性還不差的話 可能會看過我旁邊這幾台 它只是一個有螢幕有觸控板 然後也有電池的花式外接式螢幕 這兩台呢 當時我開箱的時候 這台非常非常多人在問我去哪邊買 甚至有人要加錢購買 認真來講因為我自己有用到 所以我自己是不會賣 今天為大家開箱的這台呢 是我在中國京東上面 亂看到功能跟這台幾乎一模一樣 比較重要一點就是它比較便宜 至於詳細怎麼樣呢 我們現在直接開箱看看 好 開箱 那阿達還是再三強調一下 像我之前就說過 這種淘寶和京東的東西 你買真的是有點博人品 像我那台壞了 我也不知道找誰修緒 所以如果有官方代理商 還是要找官方代理商 不然的話就看 蝦皮還是哪邊有在賣 那個賣家承諾 可以幫送啊 你再去買 那我這次買的呢 是無線版本 它有分有線跟無線版本 因為我這台已經是有線版 我就想說那我這台就買無線版 無線版呢 它有個優點就是說 它也可以有線使用 無線的部分就是用Miracase 鍵盤滑鼠那邊就用藍牙 說明書 長得 非常相似 它上面還有沉抹 給大家看一下這兩台 我覺得搞不好是代工廠喔 兩個相似度實在太高了吧 相似度非常非常的高 連螺絲的孔位都一樣 藥布啊就是它仿這台 藥布啊就是它是它的代工廠 一個Type-C的變壓器 然後 一樣是Type-C的轉接線 還有一個HDMI 原則上配件都跟這台幾乎是一樣的 好接著我們直接看本體 那剛剛開箱完之後沒有那個底座 所以那個底座應該可能是垂直手機才有吧 兩個的配置 幾乎是完全相同的 那它的規格配置哦 它是搭載一個13.3吋的IPS螢幕 重量啊 是1.2公斤 老實講是一樣不輕哦 然後有4顆1瓦的喇叭 那在它的側邊啊 有Type-C的連接附 Mini HDMI 還有一個3.5的耳機 TF插槽 另外一個Type-C啊 是充電用的 那官方的數值是說 瀏覽網頁的話 它可以 外接裝置看5小時 看影片大概是8小時 正常使用大概是3.5小時左右 認真來說也不長啊 那它的螢幕啊 一樣 可以直接攤平 它這台甚至還可以360度翻轉 跟這台都一樣 也可以這樣子立著這樣子看 那原則上功能都是幾乎一樣的 那接下來 我們就直接進入實測完結 來看一下它能夠接哪些設備 好 那我們現在直接進入實測哦 我們把上次測過能跑的東西 全部都跑一遍 確定OK之後 我們就直接來測試一下 無線的功能好不好用 旁邊這裡呢 就是接一般Type-C的連接線 當然是用好一點的線 會比較好一點 那它自己有附贈線 那我們現在先從掌機開始測 因為它自然PD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我這樣接上去之後 它本身就會同時對這個裝置充電 所以 續航力呢原則上是看 你的設備是哪一個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直接 用這種方式玩 接下來啊 Switch 但是Switch呢 連了之後啊 對它來說 它只是個外接的螢幕 它就沒有其他功能 而且接上去之後大家看 這搖桿就失效了 所以你必須要把搖桿這樣拆起來 你才能使用 但是玩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把它當作 Switch的外接螢幕 也OK 接下來我們來測手機 這樣子就變桌面模式 然後我們可以切這邊 切成那個桌面模式 這樣就電腦模式 都跟之前一樣 你可以拿來看email 還是說直接拿來上網 都OK 接下來我們來看三星 就一樣是可以使用 現在我們測蘋果 iPad Air Phone 一樣有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把它拿來當作 電腦使用 不過這個比較搞笑一點的是 它好像算它的衍生已經 我這樣子 最後可以把程式移過來這邊使用 這邊不好意思 我不是很熟 因為我的主力並不是Mac 那最後的部分呢 就是MacBook 這樣子 最後可以使用 試試看 好 大家看 我這樣還可以拖過來 有沒有 不過呢 它這個是不支援觸控 但是我們可以在這邊 直接這樣操控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Mac跟MacBook也可以用 接下來 你就來實測看看說 它的無線的部分 到底怎麼玩 我們就先進入藍牙 它有一個Touch XXX 直接連線 連線連上之後呢 它說它要再接個FB Keyboard 我們再點一下 以三星來講 它這裡就有一個DES 成功 好 大家看一下 這個時候的鍵盤滑鎖 就是藍牙加無線的 好神奇喔 好 接下來我們來試試看iPhone 老實講啊 我從來沒有看過任何設備 可以跟iPhone去做 類似像電腦端的那種連結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直接玩看 它一開始一樣是叫我們先連接這個 FB Keyboard 那我們就先試試看 連線完之後呢 接著我們再開啟Wi-Fi 它這裡寫說要連一個 WiBook 插插插插插 接下來我們就直接AerPlay 哈哈哈哈 嘿 好玩耶 不過有點lag就是了 但是竟然可以控制 iPhone 直接上網 有沒有很厲害 哇 這個 這個太屌 這個太屌 這個 這個 真的可以耶 這個真的很有趣 這個真的很有趣 如果說啊 你也想買這種設備的話 因為 Let's Dark 它今年也有出一款 無線版的 我在想啊 兩個啊 就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大家要買 你就去買這台就好了 我也沒有收到業配啊 只是不小心被我矇到 這個東西 我是覺得好玩 但是大家要自己想清楚 因為這個 畢竟是中國買來的 維修保固的可能還是沒有那麼方便 因為台灣沒有代理商 但是這個東西真的相當的有趣 價格 大概是這台的半價 因為它不用從美國運過來 然後也沒有關稅 整體來說是比較方便的 那簡單的為大家做一個測試 我是電腦王阿達 如果喜歡這張開箱 記得幫按讚 訂閱跟開啟鈴鐺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來幫按讚